接下来呢要来吃的就是这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博地豆 就是大家应该对这个豆豆是非常有印象 就是像哈利波特他们在吃的时候 就是可能如果吃到很难吃的口味什么臭袜子啊 鼻涕口味会吃的可能什么耳朵会冒烟啊之类的 现在呢我就要来吃吃看 它这个包装也是非常的可爱 就是外面有一个小丑是非常复古的包装 然后呢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袋 然后呢因为它包装包得很漂亮 所以我现在用小刀把上面那个贴纸就是直接割开 我不想要毁掉就是外包装 所以大家要等我一下 这个包装好难开哦 好我现在总算把它打开了 就是它上面这边角角呢有没有 就贴的那个贴纸很难打开 然后呢现在它打开之后呢 就是长这样 里面呢就是这样一包全部就是 其实它就是美国的那个Jelly Bean啊是不是 对不对 然后呢现在这边里面哇一袋看起来非常的缤纷吧 好像彩色小石头 闻一下味道 嗯从外面闻了闻不到味道 我现在要割开来 这个口味好多哦 我看它里面有没有说明书 诶有诶里面有一个这边这边有一个哈利波特的这个口味的说明书 非常的好全部都没有英文诶 日文的话有一些啊就是大部分就是那个比较拿那个叫什么片甲名吧 片甲名我不是每个都懂 我现在吃到这个呢刚刚 大家要看我嘴巴吗 在嘴巴里面这个 是肉桂口味 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喜欢肉桂这个口味 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 讨论肉桂就很讨论 他们就说肉桂吃起来口水味很恶心 可是我觉得肉桂很好吃 尤其是肉桂加咖啡 如果你也喜欢肉桂咖啡的话呢 记得要留言跟按一个赞给我哦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有什么口味哦 看这个好了 这个长得比较像是大理石的这一个 我来试试看 不好吃耶 吃起来有种咸咸的感觉 这个呢我可能要把就是这样照片放大在这边让大家参考 因为我看不懂就是日文 所以我不知道这什么味道 可是刚吃那个大理石口味真的很难吃 吃起来咸咸的很像那个鸡肉的味道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的感觉啊 跟就是我们家看你讲在吃那个 那种就是鸡肉干的那种味道 有点像 有点耳吃 接下来看这个好了 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正 是一个黄色的就是jelly bean 这个也是难吃的耶 我的天哪 这什么口味啊 太难吃了 很难吃 那个口味吃起来有点苦苦的 很像中药的味道 然后 真的难吃啊 太难吃了 我已经形容不出来 我觉得刚刚那么熊熊一难吃 现在让我觉得就是 有点冲到头顶 现在觉得头有点痛 我现在希望我等一下吃到的是好吃的口味 这个应该看起来很正常了吧 粉红色的感觉应该就比较像是比如有什么lemonade口味啊 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比较甜的口味 闻的是闻不出来的味道 我来试试看 嗯 这个就是正常多 对 这个是那个 pink lemonade那个味道 这要怎么翻译呢 反正就是好吃的就是了 接下来呢 我再来试试看其他的口味 看这个好了 绿色这个 这个绿色就是非常的史莱哲林峰的这个糖果 是好吃的 可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口味了 我再吃一个 我来试试看 看我能不能懂这个日文 嗯 它上面写个青欸 难道说是清明果吗 不过我就不像 嗯 吃不出来 反正是好吃的 等我想起来 我再可能写字幕 这边跟大家分享好了 来看看还有什么奇怪的口味 啊来吃这个蓝色的好了 蓝色的口味来试试看 蓝色吃起来也好特别哦 完蛋了 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味觉 识对 就是 我只能说出好吃不好吃 可是有点吃不吃还是什么口味 大家要原谅我 好吗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是 加了一点点蓝莓 然后再加上就是那种 美国泡泡糖 很大颗那种 美国泡泡糖 吃起来都会有那种 就是香香甜甜的那种 色素的那种香精的香味 比较算是 呃 淡薄版的蓝莓口味吧 嗯 好 这边的口味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数一下哈 它这边呢总共有几种口味呢 总共有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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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20种口味 这个呢也还蛮有趣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也想要体验一下 就是 好吃不好吃 酸甜苦辣 一次尝尽的话呢 可以买这个回来试试看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也有跟楚强 然后还有steffy 就是一起喝拍过 就是那个jelly beans 那个beam boozle 哦我的妈 那一次吃真的也是 很多味道都超恶性的 我觉得就是蛮好玩的经验啦 如果大家就是不怕死的话呢 也可以去买这个零食来试试看看 那我想要顺便跟大家说的是呢 其实这所有的零食里面啊 就只有刚第一个 就是这一个 综合的这个米果呢 是过期的 其他的都没有过期哦 就是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就是我这么的 这样子 水性 接下来要试试这个 这个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复古的包装 哦我好喜欢 然后呢 而且这个是軟糖 这个名字就叫做 Jelly Slugs 你们知道slugs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小毛虫的意思 听起来很可怕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一樣呢拿出我的小刀 割一下割一下 割不破耶 怎麼爆的這麼好 這一個零食也是有點貴 它要一千塊日幣 大概就是三百塊台幣 然後它後面呢有寫喔 其實有三個口味 但是因為我的日文真的很差 所以呢 都看不懂 喔我看到一個了 B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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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這個下面這個 BANANA口味 其他呢都看不懂 現在呢打開來給大家看 它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盒子折到了 好給大家看 再給大家看一次好了 打開來呢是這樣的 就是有好幾條的軟湯 這樣要三百塊台幣 這樣真的很貴 好一樣呢打開來給大家看 喔這個味道 嗯 OK 我覺得這個味道啊 第一時間聞很像是那種 台灣的那種傳統的水果涼糕味 我忘記我之前好像也是試吃過什麼 東西在我探視實驗室裡面吧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那個吃起來就是很像涼糕的味道 好像是探視實驗室吧 還是其他影片我忘記了 就是它這個聞起來就是那種 水果涼糕的味道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吃這個 喔這個呢摸起來的那個感覺有點奇怪 就是有一點點彈性 也不會太有彈性 偏有彈性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害怕欸 覺得有點像是毛毛蟲的感覺 有沒有 很像昆蟲 然後這味道 我現在聞不出來要吃給大家看 嗯 我喜歡這個口感 它這個軟湯很特別 它不是那種 咬下去變得很軟很軟的那種軟湯 它是有一點點嚼勁 可是它又不會太Q 太Q的軟湯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會覺得吃起來很累 它就是那種你知道 你看它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有一點彈性 又不會太有彈性 我也吃到嘴巴很累的軟湯 嗯 我喜歡這個口感 嗯 不錯 嗯 我親一下我的手 雖然口感很好吃 可是呢 這個口味我吃不出來是什麼口味 我覺得可能跟其他另外兩個口味啊 混在一起混太久了 所以吃不出來才知道有什麼味道 我一樣呢 會把就是這個口味啊 就是 把它們這樣子 放在這裡 或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 那如果你看得懂日文的話呢 請就是留言告訴我 它是什麼口味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來吃 橘色的這個 橘色的這條蟲呢 聞起來 也是聞不出味道 就是已經變成是混合的水果味 你如果仔細看啊 它上面就是還有做就是 一點點的就是 一條一條一條的那個紋路 就很像 真的很像蟲就是 看起來會覺得 真的有點害怕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二做句話呢 我覺得這個也還蠻適合的 味道 我已經吃好幾口了 我也是吃不出來欸 怎麼會這樣呢 好像吃到就是 快要吞進去嘴巴裡面 不會吞進去嘴巴 吞進去喉嚨之前呢 我覺得好像有吃到一點點 微微的柳橙的味道 它那個味道感覺呢 非常非常的細微 就是那種 非常的弱有四五 太神奇了 這個口味 我從來沒有吃過就是 口味這麼淡的零食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柳橙吧 這個味道實在是太薄弱了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就是來吃 我唯一看得懂的口味 就是這個 這個是 巴拿納口味 吃一下 這個味道 對啊 嗯 這個香蕉味道就比較濃郁了 可是其實 我雖然還蠻喜歡吃香蕉的 可是 我自己沒有很喜歡吃就是 香蕉製成的零食 就是 我覺得 大部分的香蕉製成的零食 都沒有很好吃 除非 是泰國做的一些 當地的名產 不然像這種就是香蕉軟糖 我覺得 那個味道啊 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蠻值得賣的 算有點貴 可是我覺得 這個口感真的也很特別 這口感呢 跟我就是喜歡吃的那個英國的 Wine Gums 又有點不太一樣 Wine Gums呢其實 又會比它再稍微稍微的嚼一點點 Wine Gums已經是我喜歡的軟糖類型 但它又沒有Wine Gums 就是吃起來就是那麼的嚼 反正就真的 你知道很彈就對了 可是又吃起來不會很熱 這口感真的很特別 有機會呢 大家去買它吃吃看 再進行到最後一樣零食之前呢 我想要來跟大家先聊一下 大家先來看一下我手上這隻魔杖 這隻魔杖呢 就是我在大阪的環球影城那邊買的 然後它上面其實就是有一個那個叫什麼 遠紅外線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當地現場 就是可以筆劃就是你知道 哈利波特裡面的就是咒語 然後什麼 然後就會有火出來 然後很妙的是啊 就是我買這隻魔杖是榮恩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是 其實我不算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常常就是糊裡糊塗的 所以我覺得 榮恩的性格就是魔杖跟我會比較像一點 所以我就買榮恩的魔杖 然後呢我的朋友就是買了 妙麗Hermione的那個魔杖 那你們知道就是 妙麗就是一個你知道 這叫什麼 智慧過人 非常聰慧的一個小孩 不是說我朋友不聰明 但是比較妙的是呢 我朋友拿妙麗的那個拐杖 不是拐杖 我朋友拿妙麗的魔杖啊 他怎麼比劃啊 就是那些火啊都不會 然後那些就是東西都不會動 因為你知道 他現場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讓你去比 就是你知道就是海魔咒的 海魔咒講的很白痴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買他的魔杖裡面啊 他就會附給你一張就是這樣的地圖 然後就是告訴你呢 哪裡你可以就是去那個 筆劃就是魔杖 然後講咒語有沒有 他們就會有很多就是 一些特效出來就是 然後怎麼弄喔 我朋友就是那些特效都不會出來 然後他就很失望 他就想說奇怪 是不是就是這一隻魔杖 那個遠紅外線壞掉了 然後我們還特別就是拿回到店裡面 請他幫我們看喔 結果那店員就說 啊小姐不好意思 這隻魔杖呢 遠紅外線沒有壞掉喔 然後我就笑我朋友說 你就是沒有妙麗那麼聰明 你還硬要拿 就是妙麗的魔杖 呵呵 所以才會就是你知道都 就是叫不動 所以呢我覺得 這是還蠻有趣的小插曲的 對 然後呢其實我那時候還有看到誰的 看到很多就是什麼天狼星的啊 然後還有看到就是那個 Vodemore Vodemore 就是Vodemore的拐杖 不是拐杖 我為什麼一直講是拐杖 魔杖 那時候拿起來 真的是有一種 喔 我變壞人的那種感覺 好總之呢 我買的是榮恩的魔杖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行到最後一樣 這個零食了 這一樣零食呢 其實是一個 就是那個 泡泡糖 就是一個藍色的 口香糖 所以我現在 就是拆開來給大家看 它叫做 Fills the room with blue bubble 所以 也沒特別講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 藍色包包上 然後打開 喔是長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一包喔 也要600塊日幣 是的 他們那邊的糖果呢 就是都還蠻貴的 這樣總共有幾顆啊 我來算一下好了 1 2 3 這邊呢總共有27顆糖果 這樣子我算一算 平均一顆泡泡糖 差不多是 6.7塊台幣 現在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還好齁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啊其實不算貴啦 就是看在它有這麼多顆 泡泡糖的份上 如果你買這個回去 就是請同事的話 是不是 有一點點就是 寒酸 不過呢就是至少 可以每個人都吃到一顆 泡泡糖吧 對不對 然後 好我現在打開這裡 現在聞聞看它的 泡泡糖是什麼味道 這個泡泡糖呢 聞起來非常難的的 沒有任何一個味道 因為一般像這種 就是美國這種 硬的就是這種 泡泡糖啊 一般都會有那種 很濃郁的那種香味 可是這個泡泡糖 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呢色素倒是蠻重的 因為 你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藍色泡泡糖嗎 然後你看我的手 現在已經變成是藍藍的了 因為我 自己是一個非常會 流手汗的人 好我現在試試看給大家看 嗯 嗯 還不至於太難咬 然後 嗯 我的牙齒變藍色了 好醜喔 嗯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 嗯 水果口味 嗯 人工的 有點淡淡的檸檬清香 嗯 對檸檬清香 加上柑橘的那種清香 比較偏柑橘 嗯 淡淡 嗯 其實與其說檸檬清香 我覺得 比較像是柑橘的那種 淡淡的清香 嗯 的泡泡糖 然後 它外面的糖衣其實沒有很硬 所以你就是稍微的 咬個一兩口之後呢 這個糖衣就會可以被你咬碎了 好我現在繼續吃 你們看 色素很重 嗯 還蠻好吃的 它不會是那種 很硬很難咬的美國泡泡糖 嗯 然後 裡面啊 如果 你把那個糖衣 全部都吃完之後 它裡面剩下那個口香糖啊 是也是那種 算是比較好嚼的口香糖 因為我要再重複一次 就是你知道 有些美國泡泡呢 它裡面就是剩下這個口香糖 它剩下這個膠啊 它會做得非常非常的硬 很難很難嚼 可是呢我覺得這個不會 這個吃起來非常非常的順 那我現在呢先把它咬完 嗯 它這邊很有趣喔 它這邊寫了一個 WDA Wizard Dental Association Asserted 就是呢 這個是經過 巫師界的牙醫界學會認可的 口香糖 然後它上面寫說 這是最棒的 就是吹泡泡的那一種 泡泡糖 口香糖 那我現在就來吹吹看了 嗯 一點都不好吹啊 這口香糖我真的覺得 沒有很好吹耶 因為 是好吃的 就是 吃起來是 不會讓你的那個嘴巴 覺得很酸 很硬很難嚼 那種口香糖 就是 它算是也是比較bouncy 就是 比較彈一點 就是不會不好吃啦 可是口香糖 吹泡泡 再等我一次 真的不行 我覺得不是我吹泡泡糖的那個技術不好 是這個泡泡糖 它真的其實不太適合拿來吹泡泡 只要有些口香糖就是好吃而已 不適合拿來吹泡泡 像比方說 就是那種什麼 Airwaves啊 然後清劍什麼那種 就吃起來是 口氣清新型的 除非你是吃 菲蕾口香糖 菲蕾口香糖那種 就是真的很嚼很硬 那種就很好吹泡泡 可是這個呢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說 它其實口感不是那種 非常非常非常硬的口香糖 雖然它吹泡泡是真的很有限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巫師界的 這個 醫學牙醫會呢 這個認證呢 是不可靠的 他說呢 這個是 Best Blowing Gu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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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點都不這麼覺得 嗯 這隻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我想 這大概就是他們最厲害的樣子了吧 好的 以上呢這就是今天分享 然後呢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還是來跟大家總約一下 我今天吃的零食 首先呢我們來看第一樣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試吃的第一個 這個算是 米果 然後混合了 各種不一樣 兩四種不一樣口味的這個 巧克力口味的餅乾 米果巧克力餅乾 這個呢 是草莓的 這個是牛奶巧克力 然後這個是焦糖 然後這個是 奶茶 這四種口味呢 都非常非常地好吃 而且它的這個包裝真的非常地漂亮 你看它這個上面 還有Hulkworth 就是這個Logo 然後呢 側面這邊也有就是Harry Potter 然後呢 下面還有就是這個 很漂亮的就是這個 算是 不算是浮水印 就是你知道印花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有寫這個Harry Potter 所以我覺得這個零食 其實是我這次買的所有零食裡面 我覺得算是最值得的一個 就是它雖然單價比較高 可是呢 它除了就是包裝精美之外 它的零食也很好吃 那這個盒子 真的你就是可以留下來之後 可以放文具啊 或者是放你的化妝品都可以 這個呢我真的非常地推薦 然後第二個的話 剛剛吃的是 我覺得今天這五樣裡面呢 就是最雷的一個 因為呢這樣一盒呢 要六百塊日幣 然後裡面打開 就是這樣 就是一堆小小顆的就是這些 薄荷糖而已 就是非常的無趣 那我覺得這個零食就是 完全就是買包裝而已 然後呢再來第三個試吃 是這個嘛對不對 就是這個博地豆 這個的話其實我是覺得 還OK啦 就是它當就是 在那邊賣的價錢 是真的蠻貴的 那如果你想要吃 就是一般的Jelly Beans的話 其實台灣也就都還買得到 所以我倒沒有覺得 就是要特別去買他們這個博地豆 所以你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當場 就是吃心風 就把它買回來 然後這個裡面呢 總共有二十種不一樣的口味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是這個 叫做 Jelly's Lux 中文應該要把它翻作是 小毛蟲的軟糖 這個裡面的話呢 就是總共有九條的這個軟糖 又掉了一條出來 然後呢總共有三種口味 我覺得這個的話 其實它的口感是真的很特別 又跟我以前吃的就是這些 國外的Jelly Babies 或是Wine Gums 或者是跟在台灣吃到的軟糖 的口感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個很喜歡吃軟糖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再買來吃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吃軟糖 其實我覺得可以Pass 因為它這三個口味裡面呢 有兩個口味是真的吃不太出來 只有香蕉這個口味 吃起來是比較明顯的 最後一樣呢 就是這個泡泡糖 是經過就是他們 巫師界的牙醫學會認證的泡泡糖 然後我覺得這個泡泡糖就是 如果你很喜歡吃口香糖的話 我覺得買是ok啦 那你不用特別為了這個包裝而買 因為它裡面其實打開來就是沒有什麼包裝 然後雖然口感還蠻好適的 可是呢其實是吹不太出來泡泡的 就是剛剛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剛剛那些片段的話 就是算是一個比較就是有清香味道的口香糖 但是吹泡泡的效果呢 並不強烈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呢 你也是可以Pass 只是我當初買是真的覺得 哇這個包裝你知道 反正我就是到了裡面 我就中了毒 看到什麼我都想買 所以呢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也沒有必要真的一定要買啦 好的以上呢 這就是今天所有跟大家分享的零食 那希望你也會喜歡這一次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別忘記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跟問題呢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是你也開到我的臉書專頁 或是我的instagram來找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